电动车大厂Tesla推出了纯电能卡车 12月1号举行首次的交车典礼 执行长马斯克亲自开着这款电卡进入会场 原车型早在2017年就亮相 当时是计划在2019年可以量产 但是后来因为电池研发的问题几度延宕 这次正式交车 号称最高续航力 里程是有800公里 最大的载重达到了37吨 而且满载时从零加速到100公里 只需要短短的20秒钟 不高调就不叫马斯克 开着旗下特斯拉推出的纯电卡车Tesla Semi 进入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车厂 上了台一样非得来个冷笑话 但马斯克显然对自家电卡很有信心 原型车亮相五年后首次交车 单次充电最高续航800公里 最大载重37吨 满载时零加速到100公里 只要20秒 号称是一般柴油车性能的三倍 另外还有给司机的贴心设计 搭载辅助驾驶功能 驾驶座置中 并且多了站立和储物空间 5年前宣布2019年量产 但受到电池研发问题影响多次延宕 官方推特影片声称Semi 车头设计有如子弹 节能效率高 经过严苛测试耐用耐操 电动车进军卡车市场 马斯克期待卡车运输业 不再被视为吃油和污染怪兽 先前就宣布研发百万瓦功率 超快充技术 30分钟充到70%的电力 虽然已经吸引多家大公司下单 但外媒也点出 这次交车 对于Semi的部分细节 和未来量产计划 还是没有交代 外界持续观望 张力德编一 对于Semi的计划